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清华大学 不过这个清华大学 可不是咱们北京的清华大学 而是位于我国台湾的一所大学 它跟北京的清华大学同名 但是这并不奇怪 这两个学校之所以名字一样 是因为他们的祖上就是同一所学校 是1911年北京的清华学堂 1925年 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 更名为清华大学 那后来在抗战期间 他迁到了云南昆明 跟其他的两所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 而在解放战争以后呢 清华大学一分为二 一个搬回了北京 另一个去到了我国台湾 那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98年3月9号早晨 在台湾清华大学辐射生物研究院 一名女生来到一间教室里看书自习 她挑了一个前排的座位坐下 拿出刚买的早饭 刚要张嘴 突然 她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这个味道很刺鼻 闻起来像是某种化学药剂 这个女生她本来就是生物研究院的学生嘛 对化学药剂的味道自然是比较敏感 于是她闻着味道来到了教室最后排的角落里 当她蹲下查看的时候 座位底下的场景却吓得她魂飞魄散 在后排的座椅下面 有一具女性的尸体 报警之后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很快注意到 现场的情况有点不寻常 这里充斥着刺鼻的化学药剂的味道 而尸体的情况又极其糟糕 整具尸体就像是被烧焦了 面部已经无法辨认 警方推测 这名女性死者 应该是遭到了强酸性液体的腐蚀 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尸体的手臂下方 发现了一个用过的避孕套 根据这个情况 警方初不认定 这应该是一起强奸杀人案件 凶手在作案之后 为妨碍警方侦查 用化学药剂毁掉了死者的容貌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毕竟在学校里作案 警方只需要稍微排查 就可以查清死者的身份了 果不其然 在对校内的学生和教师逐一排查之后 警方发现 有一名女生已经失踪了整整两天 她叫做许家珍 是辐射生物研究院二年级的学生 那么死者会不会就是许家珍呢 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于是警方联系到了许家珍的父母 请他们来辨认尸体 但难办的是 尸体已经被强酸性液体严重腐蚀 外貌特征 甚至身材都已经严重变形 就连许家珍的父母也无法进行辨认 好在警方在死者的尸体下面 发现了一个BP机 这个BP机应该就是属于死者的 因此警方建议许家珍的父母 打电话呼叫一下女儿的BP机 如果这个BP机接到了呼叫 那么他自然就是许家珍了 于是许家珍的父母拨通电话 开始呼叫 而几分钟之后 死者身上的BP机果然响了起来 一瞬间 许家珍的父母瘫倒在地 嚎啕大哭 女儿生前性格活泼开朗 长相也十分可爱动人 为什么会遭此毒手呢 凶手到底是谁呢 经法医鉴定 死者死于3月8号 也就是发现尸体的前一天 但许家珍是3月7号失踪的 这表示他在7号失踪之后 一定发生了什么 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由于之前推测 他是在遭到强奸之后 又被人杀害 因此警方对现场发现的 那枚用过的避孕套 展开了仔细的检查 最终在这里面 提取到了一个男性的DNA 但这组DNA属于谁呢 通过对许家珍的父母 和同学的询问 警方了解到 许家珍身边的男性朋友并不多 就那么两三个 他也没有男朋友 于是警方提取了 这些男性的DNA 最终发现 避孕套中发现的DNA 来自一个姓曾的男子 为方便称呼 咱们就叫他曾某 而且让警方兴奋的是 这个曾某 他同样也是 辐射生物研究院的学生 是许家珍的学长 那么有DNA这么明显的证据 曾某自然就成为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 马上对他展开了讯问 不过曾某这人啊 其实不太像是杀人犯 他戴着个眼镜长得人高马大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意表人才 而对许家珍的死 曾某也感到非常意外 为什么呢 他表示在早晨的时候 他刚刚跟许家珍在网上用MSN聊天 聊了半天呢 那怎么可能像法医说的一样 昨天就已经遇害了呢 难道今天早晨跟自己聊天的是鬼吗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 他还当场登录了自己的MSN账号 的确有当天早晨的聊天记录 不仅如此 虽然现在存在DNA这个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曾某他也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许家珍死亡那天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 曾某再跟一位博士生导师通宵研究课题 这一点这位老师可以作证 警方询问曾某的时候 他才刚刚睡下一个小时 他的摄友也可以证明 由此看来 曾某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即便重要的DNA证据指向了他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很可能不是凶手 这个情况让警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曾某的DNA明明出现在了案发现场的避孕套里 但他却没有作案时间 这怎么可能呢 这完全不合常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种违反认知的情况让警方彻底懵了 再三思考之后 警方决定还是换一个思路 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毕竟这名死者他只是一个在校学生 他的社交圈子非常非常小 因此导致他遇害的根源一定就藏在身边 于是警方开始对许家珍的社交圈子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很快发现 许家珍接触的人的确不多 不过他在生前却陷入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葩的故事 许家珍他有一个好闺蜜叫做洪小慧 俩人当年都24岁 认识三年多了 一直在一起学习考研 还考到了同一所学校 在生活在学习上相互照顾 关系相当不错 说这俩人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许家珍他的家庭条件不错 洪小慧呢 家里条件稍微差一些 所以这个热情的许家珍就经常主动邀请洪小慧一起逛街 还请他吃饭 还时不时的给他买小礼物 而洪小慧呢 作为回报 也经常从自己家里带一些好吃的来分享 还经常帮着许家珍出头 简直就是亲如姐妹 形影不离 但是呢 这样的美好 没有持续很久 一个男人的出现 让一切彻底发生了变化 随着警方的调查逐渐深入 一个堪比电视剧的狗血故事出现了 而出现的这个男人 改变了这两个女孩的男人 正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曾某 曾某比他们大三岁 当时在读博 因为同属于辐射生物研究院 难免在学习上会有交集 一来二去 三个人成为了朋友 刚也说了 曾某这个人呢 非常有魅力 因此很快吸引了许家珍的注意 于是许家珍开始主动接触曾某 那渐渐的 他发现曾某不仅长得高 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而且他还是一个富二代 那么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人 在学校里当然有很多追求者 而许家珍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曾某呢 其实曾某看起来一表人才 看起来又高又帅 其实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渣男 其实他有女朋友 可是面对许家珍的真情告白 他照单全收 经常偷偷的跟许家珍出去约会 许家珍对此全然不知 还激动的把约会的事情 分享给了好闺蜜 洪小慧 可是没想到啊 洪小慧 他也喜欢上了曾某 于是偷偷的 他也去跟曾某表白了 而曾某面对洪小慧的表白 也照单全收 跟洪小慧也搞起了暧昧 等于说现在是脚踏三只船 那么这样的一个奇葩的故事 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了 这个好闺蜜 喜欢上了自己的男神 这往往就会成为一个矛盾的起点啊 实际上呢 也的确如此 警方在查看案发现场的监控时发现 洪小慧曾经在案发前一天 多次来到现场 而许家珍又是在那一天遇害的 那么显然洪小慧存在重大嫌疑 但是仅仅存在嫌疑 这是不够的 此时警方手里还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他怎么可能认罪呢 于是警方对现场重新展开了一次 更为详细的勘察 果然后来 在死者的毛衣的缝隙中 发现了一小片断裂的指甲 虽然指甲无法提取DNA 但是指甲上面的纹路 那也是独一无二的 于是警方把这片指甲和洪小慧做了比对 最终确定 这片指甲的主人 就是洪小慧 面对确凿的证据 洪小慧嚎啕大哭 他说自己后悔莫及 还嚷着要给许家珍的父母下跪道歉 那么在他的供述下 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四角恋 展现在了警方的面前 说当时在喜欢上了曾某之后 洪小慧他很清楚 自己的颜值是比不上许家珍的 而且自己家里也不如他有钱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主动的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曾某 希望以此能够增加自己在学长心里的分量 而曾某呢 对于主动投怀送抱的少女 他自然是来者不拒 但是没多久 许家珍就得知了好闺蜜和曾某上床的事情 这让他非常生气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闺蜜 竟然会跟自己争夺男朋友 其实在此之前 许家珍虽然跟曾某表白了 但对这段感情他还是比较犹豫的 因为他知道曾某有女朋友 但是现在出现了好闺蜜这档子事 这下好了 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 于是没多久 他也跟曾某上床了 为了继续赢得学长的青睐 两个女生开始明争暗斗 他们攀比式的跟曾某上床 攀比式的给曾某买礼物 那曾某自然是来者不拒 照单全收 不过因为许家珍家境优越 他的父亲是某大型企业的领导 送礼物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可是家境一般的洪小慧 他就没能这么潇洒了 他生怕许家珍把自己的学长抢走 于是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搞钱 一开始他去酒店里打工赚钱 但这样赚钱太慢了 而且工资不高 于是他又想了一个办法 他找了一个有钱的备胎 这个备胎呢 早就喜欢洪小慧了 那面对洪小慧的突然表白 他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 洪小慧要钱 这男的就大手一挥 开了两张额度15万的信用卡 给洪小慧随便用 让洪小慧只花钱就行了 还钱自己来 这典型的备胎的表现 而洪小慧呢 转手把两张信用卡给刷爆了 第二天就赤巨资 给曾某买了一部大哥大 而曾某呢 他仍然是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光收钱 一边收着礼物 一边和两个女生 多次发生性行为 但是对外 他一直跟外面说 说跟这两个女生 是十分纯洁的 情同手足的 所谓的兄妹关系 一开始啊 曾某对外人说 他们只是关系好的朋友 是兄妹 这两个女生呢 还没怎么在意 心想毕竟他有女朋友 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嘛 但是时间一长 他们感觉总这样不大行 总这样 自己也不能转正啊 自己的目的是成为学长的女朋友啊 那现在呢 这成了炮友了 于是再三思考之后 许家珍和洪小慧 终于坐下来和平谈判 此时他们认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们认为 曾某的正牌女朋友 才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俩人一致认为 要想把曾某搞到手 一定要先合作 先除掉这个正牌女友才行 于是这对好闺蜜 再次站到了同一条战线 开始移至对外 他们多次暗中使唤 比如破坏曾某女朋友的车子 比如破坏她的实验数据 让她无法交作业 影响她的考试 比如在对方的宿舍门上贴大字报 来侮辱人家 到后来 不光是曾某的正牌女友 甚至连曾某接触过的其他女生 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比如有一天 曾某和一个女学长一起吃宵夜 正好被这对闺蜜看到了 于是第二天 他们把这个女学长 堵在厕所里面全打脚踢 直到对方摊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这才算解了心头之痕 不过呢 这对好闺蜜的战略同盟 也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他们又回到了之前 那种你死我活的争夺状态 而许家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因此丢掉性命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 98年3月6号上午 也就是案发三天前 在那天上午 许家珍把自己的信用卡 借给了洪小慧 让他帮忙去买化妆品 而刚好当天晚上 曾某带着俩人去逛街 那么逛街期间 许家珍想给曾某买一件衣服 但是在结账刷卡的时候 他却发现 自己的信用卡 居然已经被刷爆了 那个场面 没法付款了 一度非常尴尬 那许家珍就认为 是洪小慧给刷爆的 毕竟这卡一天 都在洪小慧的手里 于是当场就对洪小慧 展开了指责和怀疑 但是洪小慧非常委屈 因为卡不是自己刷爆的 许家珍没有听他解释 而是继续在曾某面前 诋毁洪小慧 这让洪小慧感到很丢脸 同时在曾某面前也出了仇 于是伴随着委屈 洪小慧的内心 也非常的愤怒 几个小时以后 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钟 洪小慧把许家珍 约到了案发的教室里谈判 为了挽回昨天的尴尬局面 许家珍要求洪小慧 向曾某坦白刷爆信用卡的事情 而洪小慧却要求许家珍 离开曾某 这两个女生谁也不服谁 很快就吵起来了 在争吵过程中 洪小慧抬起手来一巴掌 打在了许家珍的脸上 接着掐住了许家珍的脖子 重重的摔在地上 许家珍当场昏迷 头部受伤 血流不止 但即便如此 洪小慧仍然不解恨 当然 他也怕许家珍醒来之后去报警 于是他跑到实验室 拿了一瓶三氯甲烷 这种化学物质具有麻醉的作用 于是洪小慧一股脑的 把它全倒在了许家珍头部的伤口上 接着 把它搬到了教室后排的座位下面 用纱布把血迹擦干 之后大摇大摆的 回到宿舍睡觉去了 直到16个小时以后 当天晚上9点15分 洪小慧返回现场 他发现许家珍已经窒息死亡了 原来三氯甲烷除了具有麻醉的效果之外 还可以跟光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含有剧毒的碳纤氯 许家珍在昏迷过程中 吸入了过量的碳纤氯 导致窒息身亡 洪小慧发现人死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又回到实验室 用硝酸和盐酸配置了网水 也就是硝极盐酸 这是一种腐蚀性非常强的液体 他把网水泼在许家珍的身上 让尸体毁容 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 他又回到宿舍 翻出了两天前 自己和曾某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用过的避孕套 然后拿过来扔到尸体旁边 打算让曾某背锅 之后他还用许家珍的MSN账号 伪装成许家珍和曾某保持聊天的状态 因此误导了警方的侦查方向 这就是这起案件的全部经过了 最终1998年6月10号 法院针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 洪小慧判处有期徒刑18年 2008年11月27号 经过积极改造 34岁的洪小慧得以假释 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他只能改名换姓 低调的活着 而曾某也因此被开除了学籍 之后他只能去国外留学 就这样 三个人原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一生 却因为这样狗血的恋情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惨结局 不得不说 这仨人都有问题 而许家珍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有的为了错误的爱情陷入疯狂 有的为了物质和欲望 让自己陷入道德的泥沼 这最后的结局 又何尝不是他们自己 亲手造成的呢 好 这期案子咱们就说完了 我是大腕 如果你喜欢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好 咱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